天气一热,总想吃点凉拌的 今天就来分享一个芝麻酱非常好吃的做法 先准备400克的白芝麻 倒进大碗里面,加入清水 抓洗一下,洗去表面的杂质和灰尘 然后给它控干水分 倒进锅里面 先用大火翻炒一下,炒干水器 然后再改小火不停地翻炒 炒至锅里的芝麻不粘锅铲 然后发出琵琶响声 拿起看一下芝麻磕磕饱满 用手搓一下,盛粉末,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注意千万不要炒糊 以免做出来的芝麻酱会发苦 然后将它倒进平盘里面晾凉 锅里再准备八角,桂皮,香叶 给它翻炒一下,炒出香味 再加入芝麻香油60克 没有芝麻油的也可以用植物油代替 然后用小火加热一下 带出香味,然后将香料给捞掉 然后将放凉的芝麻倒进料理机里面 加入香油 再加上一点食盐 用点动键打一下 然后待它转不动的时候 用锅铲给它翻动一下 再来打 因为加了一点油 所以打起来还是比较快速的 我就翻动了两下 打至芝麻酱边顺滑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再准备一个干净 无水无油的罐子 就好用开水烫过 然后放在外面给晾干水分 将芝麻酱倒进去 放进冰箱冷藏 放半年都不会坏 这样做出来的芝麻酱 没有任何添加 香浓美味 拌面条拌凉菜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而且做法非常的简单 感兴趣的朋友 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观看 我是阿鱼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